产生一定的冲击 所以航天员要在地面 进行类似的冲击体验 以更好的适应将来的实际飞行 放 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下 是着落的时候 这个落下来的时候 这是抱 抱着这个 把这个 抱着这个 走步把它抱紧 不要让它碰到这个 不要让它碰到这个 走步不要碰到这个 把它抱紧 地面的冲击实验 是靠冲击塔完成的 冲击塔是靠水 起缓冲作用的 调节底部几千个小孔的排水量 就能改变座椅落地时 航天员所受冲击的大小 这次航天员所做的冲击体验 其落地瞬间的重力 是正常值的15倍 航化称作15个季 为确保航天员不受损伤 在此之前 一位锻炼员 做了17个季的体验 中国航天员 历经五年多的艰苦训练 在神州五号即将上天的前几个月 进行了最后的考评与选拔 考试分为口试 笔试 实际操作三部分 大小100多个科目 一尺多厚的各种飞行程序 技术指导手册 几百个必须张口就来的数据 大道飞行要素 小到航天符上的一条橡胶绳 缠几道都要清清楚楚 正常飞行程序和应急故障程序的操作考核 是在模拟器上进行的 应急故障程序是最富有挑战性的 因为设置完全是随机的 要做出正确判断和正确操作 最终排除故障 都必须限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任何一点闪失都意味着失败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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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专业技术方面最后的考核之后 在综合各科目几年来的每一个考核成绩 考评委员会从14名航天员中 挑选出5名进行强化训练 两个月之后 最终选拔出3名航天员 作为中国第一次飞天的首飞梯队 他们是杨立北 翟志刚和聂海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3年9月15日 中国航天员大队全体成员 分成两架飞机离开北京 抵达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在这里 他们将与火箭飞船 以及地面发射人员 相互熟悉程序 配合演练 航天员的健康与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的 尤其是刚刚经历了 非典肆虐的日子之后 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要防范到位 离正式发射只有一个月了 一家保险公司 为航天员做了 每人500万元的秘密投保 四条案子 传出道理的 昨天 江主席还特别问了 我们的航天员的精神状态 我说 我们的航天员 经过艰苦的训练 14位航天员 都达到了上天的核可标准 因为我们江主席说 预祝我们圆满 外边的人传说 一套航天服的价值 抵得上一辆豪华轿车 实际上 就是再多的豪华轿车 都换不来这套服装 因为它的科技含量之大 价值之高 常人难以想象 航天服是在飞船舱内 压力异常的危机情况下 航天员对航天服 马上充气加压 并提供一定的保温 和通信功能 保证航天员在有效时间内 安全返回地面的一种服装 航天服是工艺最复杂的服装 比如一副压力手套 虽然很小 但每个关节都要能动 能拿笔写字 甚至能轻而易举地 把脚子夹起来 光是一副手套 就有五百多道繁琐的制作工序 这么大压力 能这样的手吗 能操作这个管吗 你手套呢 手套呢 没问题 现在可以 可以 由于神舟五号飞船 要载人上天 所以发射场的一切工作 都极其严格细致 都在按程序一步步进行 而航天员 飞船 火箭 及地面控制操作的 联合测试与演练 今天还是第一次 发射场戒备森严 所有的记者都不准靠近 据说 二十多天前 巴西火箭 在平台上爆炸 在平台上爆炸 并死了二十一人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记者 在现场拍摄时 机器马达转动 或闪光 所造成的 在测试大厅内 其他航天员 都通过屏幕 观看舱内操作的情形 在这里 既是联合演练 同时也是决定航天员中 谁能成为飞天第一人的 又一次选拔 测试大厅两侧 有许多房间 其中 专门为航天员 进行医学监督和保障的人员 就在这里 对航天员进行测试检查 神舟五号 我是一间医生 现在核对生理数据 心率 八十四 苏双宁是广西南宁人 他是载人航天各大系统中 为数不多的总设计师 兼总指挥 苏双宁现在的难题就是 到底有哪一位航天员 担当首飞的重任 但也有可能 他心里最有数 三位航天员 每人半天参加和联 最后一位是杨立伟 会由谁来执行首飞任务 关心的人比较多 包括航天员的亲属和战友 而三位航天员 自己却不去多想 以免给自己增加心理压力 教练们曾对杨立伟说过 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比前一段调整的还要好 航天员在发射场的演练 是完全按照正式发射时的 程序进行的 包括像出征仪式 这样最细微的环节 在航天员们来到这里 两个月 运载火箭已经转运到发射场了 新型火箭按序号排列 被称作长征二号F 它和神舟飞船一样 也有个名字叫神剑 长二F是长征系列火箭中 起飞质量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火箭 这个庞然大物 有五万多个部件组成 起飞时八台发动机同时工作 推力是六百吨 十分钟后 航天员将感觉不到地球的引力 作为中国第一种用于载人的火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曾任火箭研究院院长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对航天员说 你们放心 我从中国的第一代火箭干起 研制了好几种火箭 长二F火箭是最好的 我们把所有能想到的安全措施都用上来 我们一定会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中国航天员有着怎样的家庭生活 他们的飞天之路又有什么未知风险 人们如何参透发射场上空的风云变幻 又为航天员安全的天地往返 准备了什么样的护驾法宝 请收看下期播出的纪录片 太空英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